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官員 遭到了俄國調查局的逮捕 那麼他在莫斯科出庭 他是五十二歲的俄羅斯 號戰派葛金 原本是俄國當局的支持者 不過這次卻因為批評普丁被抓了 那有外媒就報導說 這個葛金疑似是二零一四年 馬航空難的幕後黑手之一 那多年來他都是普丁的頭號支持者 不過最近在網路上 因為他批評了普丁 他認為俄烏戰爭戰況不佳 有損俄軍 那也因為這些言論 遭到了莫斯科當局的逮捕